乌拉 乌拉 乌拉口号如雷冠尔是俄语胜利的意思 但这句标语俄罗斯总统普廷还能坚持喊多久 普廷挑起战争后各国对他祭出史上最严厉的制裁 美国总统拜登撂下狠话 将联合欧盟27个成员国以及G7对俄罗斯祭出四大制裁 包括限制货币交易能力 阻止军事武器壮大 血弱高科技竞争力以及冻结1兆美元资产 欧盟也采取大规模且针对性的制裁 除了提供资金援助 欧盟也瞄准七成俄罗斯银行和国营企业 并禁止出口飞机半导体等技术跟炼油原料 英国也宣布制裁俄罗斯五家银行跟三名富豪 镜头转向亚洲 日本开出第一枪加入制裁行列 俄乌开战后 印度总统莫迪是全球首位与普廷谈话的国家援手 呼吁结束战争并号召各方共同努力 回归外交谈判与对话 其实普廷早已厌倦西方威胁 开战前已经做好应战准备 知名的是各国对普廷采取的每一项政策 极大可能会影响到自家经济 其中欧洲40%的天然气主要仰赖俄国 西方的制裁政策能否奏效 只能等时间给出答案 待新闻落泽进编译